神的金轮就是要把祂自己一点一点的做到我们里面 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一件事 神帝带来的工作就是要把祂自己做到我们里面 分次到我们里面 这样的工作过去今天将来都不会变 为着我们的软弱失败主就不够分次 但是为着我们的光景和不离主 基督的丰富是无限的 那我们对基督的丰富有多少的经历 基督的丰富不是我们打开书报读下就能经历的 若是这样能经历 保罗为何要说借着祷告加强到里面的能力 这就说出 这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丰富和经历基督的丰富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我们要借着祷告 我们才能经历基督的丰富 祷着祷告基督的丰富就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力 但是因着许多的拦阻 使我们里面的人受到的拦阻 感觉已经导致我们对基督的丰富 没有够多且够深的经历 在星期四的早上正在等高铁 那当时里面有一种感觉要我祷告 但是当时我身心疲惫 因为星期三和小阳一起通宵完成他的报告 当我还在想的时候 里面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刚好当时高铁赞美了 我就大声地呼求自己祷告 过了几分钟之后 感觉我就感觉全身满了力量 就把我从下沉的光景中拯救出来 使我满了喜乐 赞美主 使我们看见主的公平是好笨的准备 以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是中区的皇宣伦弟兄 我今天要分享第三篇神恩典的经纶 与基督的丰富 宝贝在信息中 我们看到神的星期是要借着祂恩典的经纶 以祂自己为的恩典 把我们做成彰显祂智慧的杰作 但就我们的经意来说 我们却活得不像杰作 你受到仇敌的控告就软弱 遇到失诱就失败 可是因为我们还享受基督的丰富不够多 我们运用我们的临时 神的临度得于我们的临调和为一临 基督的丰富构成在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生命能力智慧和一切的美德 才做我们里面佛的人位 所以我们不论在何时 不论何时都能与祂交通与祂清静 结果最后殆尽的结果就是 我们能够享受基督的追测不尽的丰富 而且不只我们自己要操练灵 经历祂经历基督的丰富 我们需要在聚会中 把基督的丰富发表出来 圣主我们需要经历祂 我们需要发表 经历祂如何做我们的忍耐 引导和扶持 我为了神恩典的经文 和祂恩典的好管家 让基督的丰富分次到众人里面 这种神就得以把我们做成 像宇宙花药的杰作 阿们 我是中区的许说先弟兄 我要分享第三篇神恩典的 基督人与基督的丰富 神的基督人是以祂自己做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这许多蒙恩火怪的人 阿们 做到一个地步成为基督实际的身体 而这个恩典就是那灵 神永远的灵 借着福音 尽到我们的灵 二灵成为一灵 灵灵相交 灵灵相交 使我们与神很好 彼此相安彼此相爱 自终彰显出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不是一个组织 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神在每位弟兄姊妹 在灵中工作的结晶 这就是造会 而神的金额要怎么完成呢 但是借着基督那吹吹苦气的丰富 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经历基督 追求真理 享受生命 阿们 当我们在 当基督神妹们来在一起的时候 彼此分享出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 彼此见证主在我们 彼此见证主在我们身上 如何做我们的生命 忍耐引导和扶持 而这样子所释放出来的见证 就是基督的丰富 最后我们在生活中 创业我们的灵 在决会中释放我们的灵 使家喜乐光明 使照会 彰显出新入三人的蜀天光景 阿们 祝我们有份与神有缘的金额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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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靈異重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力 因為我們外面的人太強 所以在凡事上常遭了自己的意識和喜好而行動 但是今天主卻是在我們人的靈裡 因此我們不該注意外面的人 而要使裡面的人被加強 當藉著操練並沒有靈 主就能在人的裡面有地位 所以我們而言他不再是一個道理 乃是一個活的人為 他也準備宣言稿的時候很備受提醒 因為自己剛強的意識 所以在生活中的經歷大多是 愛自己勝於愛主 但是如果要愛主勝於愛我們自己 就要接受祂是我們的人為 那這樣就必須失去我們自己的意識觀念和個性 在選集和服侍者家聚會的時候 就讀到了雅各書中尋求者被變化的經過 能像聚馬像百合花像鴿子 但這樣意識強硬的人在變化的過程中 然後又成了煙柱華叫 之中他還成了冠年 在這個文化中 是我盼見家我的美麗是因為 他降伏的意志 我們的意志還未降伏的時候是一個曠語 要真實的進入美麗 就要使我們的意志完全降伏 可以在詩報中一直提醒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要加強到裡面的人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操練練運用靈 裡面的靈剛強的時候 耶穌在人裡面就有意味 從靈力擴展並去勇 最終他就安家在我們心裡 我們對他有豐富的經歷 我要分享第四篇 我的主題是操練靈量基督安家 這學期我時常跟主抱怨 我覺得自己有雙重的人格 其實在靈力的時候是一個人 在魂裡的時候又變成另外一個人 而在魂裡的時候 我又能強烈的感受到 基督在我裡面是憂愁的 因為基督被我外面的人鎖住 叫我得不著釋放 這感覺會使我裡面 沒有真實的安息和喜樂 然後就是沒想到這篇信息 就回應了我這學期的疑問 在十九頁那裡說 我們每個得救的人 確實都有雙重人格 在魂中有自己的生命 在靈力有主耶穌做生命 你得外面的人太強 就讓裡面的人沒有地位 但寶貝只要每一次 願意突破那個不想操練靈的坎 主耶穌就立刻在我裡面有地位 基督就能從我裡面的靈 擴展到心思、情感和意志裡 我們今天的雙重人格 是我們自己能夠控制的 願意奉獻自己做一個 否認及操練靈的人 不只是遇到事情喊主而已 而是每件事都能讓裡面的靈來摸 讓基督居首位 讓主在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裡 有絕對的主控權 使我活著就是基督 應該都有問過別人 或者是被問過 人生存的意義是什麼 對不對 那我現在問你們另外一個問題 神救恩的目的是什麼 神救恩的目的 他到底要完成什麼呢 神救恩的終結是什麼 對 就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得救 我們得救、接受神的救恩 難道只是要得著 平安、喜樂 還有安全嗎 神救神妹不是的 神救恩不是這麼的淺顯的東西 神救恩有一個更高、更深的目的 神救恩就是要產生基督的身體 神救恩 就是基督 是不是啊 神救恩 基督的身體就是基督 我的身體 會是正與心嗎 我是正義家 正義父是我弟 我的頭是正義家 我的身體會是正與心嗎 我的身體就是正義家 所以 基督的身體是什麼呢 就是 今天我們可以大聲一點說出來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那基督的身體是什麼 是造會 造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造會就是 基督 造會要成為基督的 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要與他 一模一樣 我們後面有這個布曼 布曼就把我們 我們與這個後面的人 這個後面有時候要服侍 然後我們場地沒那麼大 就是我們聚會能夠穩定 那這個布曼就用這邊看一下 這布曼就是一片的布曼 這布曼中間有屬多的縫隙 假如有一個人很頑皮 他把頭從縫隙生了出來 對不對 好 大家往後看 你要把身體這處 這已經把頭生了出來 我們看到這裏的頭 我們就可以 可以想像他下面有一個 對 他下面有一個身體 等一下這裏的頭不要說一句 所以我們沒有看到他的身體 但我們看到他的頭 我們就知道他有一個身體 我們也覺得他應該有一個身體 對不對 但如果這個布曼今天一拉開 發現沒有身體 還好有身體 發現沒有身體 下面是空的 那個我們會覺得他是什麼啊 他是異形 新明說是異形 他就是一個妖怪 對不對 好 最近謝謝 同樣的今天 基督 他是這個身體的頭 所以他 如果我們他沒有一個身體做他的彰顯 他只有一個頭 我們看到他這個頭浮在那邊 這個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啊 這個不是一個完整的 所以基督他需要有一個身體 這個身體就是基督的彰顯 而我們就是基督的身體 神這個世界上 他是宇宙中最偉大 最崇高 最聖別 最神聖的 所以他也需要有一個 與他相配的身體 對 剛剛 這個雨昕跟我差不多高 雨昕這個也是很高 他也有180幾 如果那是雨昕的頭 配上一個嬰兒的身體 他能想像那個畫面嗎 是不是很不舒服 因為那個身體 沒辦法把這個雨昕他的那個 這個基因裡啊 所蘊含的那個身高啊 那個身材彰顯出來 怎樣呢 這個偉大的神 他也需要一個偉大的身體 來彰顯他自己 這個身體啊 就是基督自己 這個身體就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做頭 照會 就是我們 是他身體上許多的肢體 阿妹 這個就是基督姊妹 就是神的救恩 在我們身上 所要做成的 阿妹 所以這個禮服所說二章 才會說到 照會乃是神的傑作 阿妹 雖然 我們都還不像傑作 我們也不像基督 但是只有一天 用神的表情耶 神的救恩 要把我們做的與他 一模一樣 我們來 跟身旁的同伴說 雖然你現在不像他 但之後會像他 誰還跟他 誰還跟他 那一模一樣 那一模一樣 這就是神救恩所要 在我們身上所成就 所達到的一個 終極的目標 就是神救恩的终结 就是基督的身体 再一部所说二章不仅说到 照会是神的杰作 一部所说二章也说到 照会就是神在灵里的居所 杰作就说出了什么 杰作就说出了 神工作的一个伟大的 也是一个彰显 我们看到那个 毕卡索的画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这艺术不是很了解 蒙娜丽莎是谁画的啊 达文西 我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 就知道这个是哇 达文西的杰作 哇这个人太厉害了 他的画工有这么的厉害 然后在 而且那个杰作是什么呢 Jones的杰作不是外面的教堂 不是金碧辉煌的建筑物 宗教的东西呢 什么是宗教 宗教总是要把那个神啊 好像他住在一个很伟大 很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里面 所以一个香火顶盛的庙 他就会盖一个很大的庙 有些传统信仰 某些神明啊 他很有名 他的庙就会特别大间 大家如果去过欧洲 就会发现那天主教堂也非常大间 也是金碧辉煌 宗教的人认为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彰显神的伟大 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神的伟大要彰显在哪里 因为神的伟大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在于这个建筑物多么的金碧辉煌 在于我们里面有多少它的成分 神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我们彰显神越多 神的伟大 他的这个圣别啊 神圣 就能够多少 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出来 所以总之 神的杰作 这种不是外面的 神的杰作就是我们 那这样也说到 赵慧是神在灵里的居所 那同样呢 许多的那个 宗教啊 就会把 这个 帮神啊 他把他们的一种敬拜的神 盖一个伟大的 无论是这个教堂啊 无论是这个寺庙啊 还是什么的建筑物 说这个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 一面就是他们的 这个神工作的结束 一面他是神所居住的地方 但是今天告诉我们 神是居住在建筑物里面吗 不是的 以赛亚66章1节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在这个 释福音书啊 当这位神 什么一个人 名叫耶稣 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当时 在地上有这个伟大的圣殿 对不对 但是 主耶稣却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 这位耶稣 却没有 枕头的地方 所以说说 神的家 不是外面物质的 是 但是 当时地上有圣殿 以色列人 耶路撒冷有圣殿 以色列人 为神建圣殿 要神居住在里面 他们认为 那个是神的家 但神却说 人子在地上 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那神的家 到底在哪里呢 阿们 就在礼服所书 我们昨天第二章 第二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第十一页 十一页 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 神在哪里 居所在哪里 是神在灵里的居所 所以神的居所在哪里呢 神的居所在我们的 灵里 神居所不是外面的建筑物 不是物质的东西 神能得着 安息的地方 就在我们的 灵里 神教祖们 我们需要 操练我们的灵 神住在我们的灵里 神在我们的灵里做工 祂要把我们做成祂的杰作 要使我们连结在一起 成为祂的居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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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以弗所说的一二章所讲的 那我们来到了第三章 第三章说到神 也是第三篇的信息 到神恩典的金伦 与基督的丰富 我们看一下到十三页 十三页说 神在宇宙中有恩典的金伦 神在宇宙中有一个恩典的金伦 在讲完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神的终结 神救恩的终结 要做出基督的身体 并且把我们做成祂的杰作 做成祂在灵里的居所之后 在三章就说到了神的宇宙中 祂如何达到这件事情 神如何完成祂的救恩呢 祂有一个金伦 这个金伦呢 就是神的家庭行政 家庭律法 这个金伦的内容呢 就是神要让祂自己 在基督里 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这个金伦就是神一个伟大的计划 祂的计划如何完成呢 乃是借着神的恩典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那个三章一到二节 正在十三页 十三页这边 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 弟兄弟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因此缘故 我这为你们外伴人 做基督耶稣求饭的报夥 为你们祈求 那为你们所赐给我 神恩典的管家职份 这里有一个词叫做管家职份 管家职份在希腊原文里是 Oikonomia Oikonomia这个字呢 它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翻译 当它说到人的时候 就是指人这边想到的 人的管家职份 但是它是说到神的时候 对于神 Oikonomia就是神的金伦 所以那边我们看见 从神恩典的管家职份 我们就可以推测出 这边有一个神恩典的 什么 金伦 神 那时候也是哦 这管家职份的原文是 Oikonomia Oikonomia在圣经中有两个翻译 对人 它是管家职份 翻译成管家职份 对神 它翻译成金伦 所以这边的原文就是神恩典的Oikonomia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神恩典的管家职份 就暗示了有一个词叫做神恩典的金伦 那神恩典的金伦需要借着我们人 执行他的管家职份 执行管家职份所完成 而这个金伦啊 它不是神公义的金伦 也不是神爱的金伦 它是神恩典的金伦 然后说出了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页的最后一段 它说到神的金伦是什么呢 神的金伦 神的金银 乃是以他自己做恩典 把我们这许多蒙招活过来的人 做到一个地步 成了基督实际的身体 我们可以翻过来十四页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 这一句话 这一个身体必出现 神的杰作十章就完成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十章的材料 他是满了金伦的鱼类 要在我们身上做工 来完成他的基督 而这个金伦呢 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 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起来的 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 直到了在新约 才向我们这般的信徒 启示出来 那第十四页的第二段 这件事在使徒以前的历代是隐藏的 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 以及历代的生严者通通不知道 那是到了哪里呢 那是到了新约这个奥秘 才向使徒们打开 特别是向保罗打开 叫他知道从创世以来 一直隐藏在神里的奥秘 所以保罗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神他做了这么多一切事 他造天造地造万物造人造人里面的灵 那是为了什么呢 那是为了要为了基督得着一个身体 Amen 神呼召了犹太人 神拯救了我们外方人造人 他的信徒 叫我们活过来 叫我们得着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 身体 对 就是他基督的身体 Amen 到底彰显这位伟大的基督 Amen 那这个要怎么完成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神恩典的经纶 那什么是恩典 永远什么是恩典 心平什么是恩典 神自己成了我们的享受 Amen 其实讲大声一点 神自己成了我们的享受 Amen 恩典就是 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一切 Amen 所以我们对于恩典的天然的想法 恩典是什么 就是神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以为恩典就是神给我们的好处 我今天这次没有读书 但是我期末考 考了80分90分 哇 恩典 就很高兴啊 就觉得这个才 这个真是神的恩典 我们这个抽奖 我们现在都会 分享 按赞 Tag几位同学来抽奖 抽中了 如果我们算不会抽中 然后我们有一次抽中了 MacBook Air的M2晶片 那个电脑 哇 这个是什么 恩典 哇 这个是恩典吗 这个是恩典吗 这个不是恩典喔 恩典不是神在外面给我们的许多的好处 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享受 恩典就是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我们也可以说恩典就是在我们主观经历中的这位神啊 这位神他是 对我们来说他是写在 圣经上说这位神是怎么样的 因为 他是平安 甚至他是平安的神 他是 神就是爱 神就是光 他是公寓的神 还有神的生命 我们这个圣经上所写的啊 我们可以读 我们也可以懂 这个神还不是我们的恩典 但我们用灵啊 经历我们的独圣经所认识的这位神 但我们用灵啊 经历这位神是爱 但我们用灵经历这位神是生命 但我们用灵经历神 他是 他是丰富的 Amen 这个 这位神 就成为我们主观经历中的神 Amen 这个神主观经历的神就是我们的恩典 Amen 这个东西啊也就是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 Amen 这位神他是追测不尽的 Amen 但需要我们来实际的经历他 Amen 那我们越多的经历基督 我们就越被他构成 Amen 在我们里面就会发生一个过程 新陈代谢的过程 把我们天然的东西所除去 把我们旧的东西所除去 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 Amen Amen 虽然我们刚才开始讲 我们是神的杰作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虽然我们真的还不像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享受他还不够 Amen 我们享受恩典还不够 Amen 我们越多的享受 越多让基督做到 构成到我们的里面 Amen 我们就越能够像他 Amen 我们就最后我们就会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 成为他Amen Amen 所以基督的身体 暂时就会晚暖的彰显出来 Amen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借着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来完成这一段 第二行 他说 他说 第一句说 这个奥秘啊 要借着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来完成 换句话说 神是把他自己所是所有的 就是他的神格神性里的一切都摆在基督里 Amen 所以 这个丰富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往下看 看到这个第十五页的第二行 好 这个丰富就是 神在基督里 支予我们的一切 神在基督里 成了我们的光 爱 公义 圣别 能力 智慧等 这一切的丰富是束缩不尽的 今天人群中一切的美德 诸如忍耐谦卑孝顺的都不过是隐儿 那实际乃是基督 只有真正有了基督 人所有的才是真忍耐 真谦卑和真孝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再往下跳跳最后一段 二章说 神有一个解作 三章说 神有一个经纶 神正经纶乃是为了要完成这解作 而神做这事 乃是以基督的丰富为之本 当基督的丰富越多基督我们的里头 组织在我们里头 我们就越有份神的解作 基督子妹我们真的是要吃啊 享受他啊 对不对 有待这个 有待健身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 健身最重要的是什么 除了运动之外 就是吃 健身的人啊 他一天都要吃到 一个身体 他体重的 两倍以上的克数的蛋白质 所以光是运动还不够 光是运动我们还不会变得健壮 我们还需要吃很多的蛋白质 我们为什么要吃蛋白质呢 因为肌肉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嘛 所以我们要长肌肉 我们知道肌肉变肥大 我们就要吃蛋白质来补充 它能够变肥大 所以我们的基督子妹 我们吃基督 我们才能够被基督所构成啊 所以当这个丰富越多基督我们里面 组织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越能够有份神的杰作 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问题乃在于生活中 在今的世上实际的经历基督 阿们 什么基督基督呢 他为什么能够在今的基督呢 因为他乃是成为灵 做了我们的实际 我们的在我们的灵 他这里就在我们的灵里 与我们成为一灵 好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 中指面图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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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一段读完 16段那一段 我们先 我们要在我们的灵里 与他为生命能力智慧 要在我们的灵里 与他交通接触远结 我们一切的生活行动 不是受外面的改正约束 乃是受里头的支配 从里面活出来 基督 我们正人圆圆基督 享受他的丰富 我们就在神的基督里 神经营你也经营我 结果我们众人都在基督的功夫里 成为神的杰作 阿们 我们都成为神的杰作 这个杰作不仅叫 这个沙但 不仅叫这个神 彰显出来 这个杰作也叫沙但 认识神万般的智慧 好美 对不对 如果我们有带过 这个家里面有亲戚家 如果小朋友就知道 这个小朋友其实很 有些很顽皮啊 有带过 玩过亲戚家的小朋友 照会中的小朋友 其实小朋友实在是很顽皮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有些人就很厉害 有些人就很厉害 他专门可以治这个顽皮的小朋友 他就可以 他就 这个小朋友就 浮浮贴贴的听他的话 我们就觉得 哇 这个人好厉害 另外我们 用这边也 是不是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书啊 这个坊间有一些书 就是如何交出史丹佛的儿女 只要有儿女 有这个 家小朋友 他的成绩很好 他的父母就会被采访 诶 你如何教你的小朋友了 为什么我们会 有人会采访他们 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教不出史丹佛的小孩 所以大家就 哇 你能教出史丹佛的 或这种厉害大学的 你一定有特别有智慧 然后呢 弟兄姊妹 我们好不好教啊 我们实在是很顽皮的 神在我们身上 他的旨意 但我们时常抗拒神的旨意 我们时常不顺服神 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我们时常不愿意 这个享受他 不愿意跟随他 我们愿意造成我们天然的想法 或者是这个 跟随我们里面堕落的天性而行 然而到了勇士 基督寺妹 当我们成为史的节奏那一刻 哇 我们就把史的智慧彰显出来了 我们都是不可能 我们看我们天然的光景 看你身旁的那个人 看你同住基督寺的弟兄们 你会觉得他 有机会吗 大家都觉得神没有机会 单丢子妹神有 阿们 当神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 还有他有万般的智慧 在我们身上做工 就要把我们做成他的节座 届时在我们身上也彰显出神万般的智慧 来 视讯比较不容易 当然有帕光丢子妹们能够超越你的灵 然后呢 能够从来记录这一篇的信息 那我今天听众的分享 其实在第三篇我们有看见 一彰显教终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神恩典 金伦 那其实金伦跟恩典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分不开的 甚至可以觉得他们两个 有定程度的相似 恩典的定义是什么 刚刚欣民両有说到 这就是神 三一神级才能我们享受 那金伦这件事呢 德红帝兄也给我们很好的定义 就说出呢 金伦其实就是神 祂的一个家庭的行政 就是神祂的一个计划 要向祂自己分次到祂所拣选 并救赎的人里面 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 做祂团体的彰显 那么发现这两点定义其实有点类似 恩典是三神才能我们享受 金伦是神让他自己做到我们 那其实恩典的金伦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恩典 它就是神的金伦的内容 恩典就是神的金伦所要代言 就是这个三神主观的 这个金律传言我们 或以丰富传言我们的主观的金律 那來到這一篇是講到有所謂的三章 三章特特的在講這個神恩典經論的其中些蠻重要的方面 剛剛我們看見了二章現在我們已經到三章 特別是在三章的十四節到二十一節 那十四節到二十一節沒有幾節 我覺得這一篇在這一篇裡面特別提出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十六節就是照著祂榮耀的功夫 藉著祂的靈用大靈使你們得以加強到靈的能力 接下來十七節是基督藉著性安家在你們心裡 然後最後是十八節使你們蠻有力量 所以這三章的經節可以說是這一整篇信息非常重要的三個主軸 那我們可以一點點拿看 首先這個篇題它講到加強到裡面的人力 基督的安家 其實篇題呢一切講到了加強到裡面的人力 也講到了基督的安家 但是呢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篇題裡面我們貪得需要 那怎麼得以加強到人力啊 那怎麼讓基督安家 基督安家在哪裡 這是我們要在信息裡面我們來炸的記憶 首先呢 一龍給我們看見一件事 就是基督的豐富 祂是無限的 祂是一個無限的神 藉著祂的恩典 藉著祂的金額 將祂無限的恩典 帶進了我們這個有限的能力 雖然我們人是有限 但是基督的豐富 祂是無限的 可以使我們這個有限的人呢 經歷基督的無限 講起來呢這個有一點的 好像不符我們的實際 我許讓我相信許多地歐們 或祖母們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們常說神是無限的 但是在我們經歷裡神不是無限的 我是不是可以告訴你 幾月幾號的幾點 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那個時候 我不覺得神是無限的 是不是這樣 在我們經歷裡 是不是神好像 就這麼無限 那也是神數的問題 還是我無限的問題 其實就著神豐富的無限來說 我們可以用兩命來講這些事情 首先在經歷上 你看我們在舊約的時候 以色列人獻祭 根據他們富有的成績 他們獻不同的祭 有人獻牛 有人獻羊 有人比較貧窮一點 他就獻鴿子 他就獻斑鳩 但是我們去看自己 就發現不管牛館 不管羊館 鴿子或斑鳩 他們都是預表基督自己 也就是說基督有大有小 是這樣嗎 就著神裡面 神是無限的 祂都會是一樣的 祂都不會改變 但是就我們的經歷而已 我們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我們其實比較好 你得救你的日子 你得救你的經歷 或者豐富享受你得多 我們可能經歷了神 你有的利益 我們就可以獻禮了 獻禮 那許多時候呢 我們可能是軟弱 許多時候呢 我們覺得我們 我們沒有這麼的有 這麼的豐富了 我們所獻出來的 可能就是哥特 所以神祂是無限的 但在我們的經歷裡 我們卻既有限 所以我們要如何讓這個無限的神 他能豐富不受到我們的限制呢 我們就需要超念願 第二 我們就需要來到眾聖徒間 我們是有限的 但是當我們來在一起成為基督的身體 我們就成為那無限的基督 我一個人經歷基督是有限的那一面 但是另外一位弟兄 他所經歷的基督就補足了我的缺乏 所以這就說出了第二面 神無限豐富的第二面 就是彰顯的福音 我們出去傳福音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常常都覺得說 我們需要團體的來在一起祷告 兩兩三三的去傳福音 最好不要一個人出去 原因很簡單 就是彰顯的問題 我們人是有限的 你一個人是有限的 你遇到環境你一個人是有限的 但是當我們從他們來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彼此幫補的時候 我們就在某一種的程度上面 彰顯出基督豐富的無限 所以為什麼在十八節很清楚的說到一件事 和眾聖徒不同領略 那或者 他特別說到眾聖徒 因為沒有眾聖徒 你們無法領略基督無限 對 所以我們的造會生活應該是立體 應該是一個立方形的造會生活 就是我們一面與神有交通 裡面我們水平裡面 我們跟貝公子裡面有配搭一件造的交通 應該是一個立方的造會生活 那許多時候在我們的這個 配搭服飾啊 在我們的造會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發現一件事 就是有些的貝公子妹缺乏一些苦關的機率 可能他得救年齡比較淺 或者他對主比較沒有這麼多的接觸 他摸出的東西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貝公子們的他 貝公子們對他很好 對的造會生活很豐富 沒有不好 這是一個平面的造會生活 那以這種的情形呢 很容易當我們遇見環境的時候 我們會離開 因為我們跟神啊 沒有一個垂直的交通 我們沒有主觀的經歷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遇到環境的時候 我們去面對 那第二種人呢 所以他主觀的經歷非常的多 對主們享受非常的多 個人的屬靈啊 各方面都非常的長進 但是呢 有的時候啊 太過強調垂直的 就忘了主平面的造型 所以這種人容易不善事實 他跟神之間非常的好 但是他常常忽略了他身旁的陰陽子妹 沒有身體的感覺 那這會也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沒有辦法與人建造 那神所要的 很諷刺的是神所要的 其實就是基督的身體 你跟神再有多少的經歷 個人的享受 然後抱歉 神所要的就是基督的身體 所以我們需要眾生 埋在一起領略基督的擴長 那這是我們祝弟兄姊妹之家 非常好嘲戀的情況 就是我們能夠與弟兄姊妹童的被建造 能夠與弟兄姊妹童享受基督的擴長 跟大家分享一個基督 你以前祝弟兄姊家 我覺得全世界呢 最不容易住的地方 就是用我們一家 但是呢全世界最讓你覺得難忘的也是一家 你能夠遇見一群人 真心彼此相待 沒有任何的虛假 沒有任何的裝假 沒有任何的勾心斗角 但是呢有真刀真槍的摩擦 但這就帶著忍戒 那說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弟兄 他得救沒有太強 還是因為特壞隊不恢復 把他搬進領略基督 那他搬進領略基督的時候呢 因為他比較迷 他當然在屬於得救年上面 像兒童班沒有那麼強 但是呢很有趣的是喔 在本曲的時候啊 如果你是兒童班長大了跟我一樣 不要被得救 但是呢我們兒童班長大了的話 對很多的東西會覺得你所當的 會覺得 這是我都聽過 兒童班有什麼聽過 但是呢 對這種 得救年如久的文 什麼東西對他來說都是心情 那很特別的是這個弟兄 他的文啊 非常發推啊 情感無論 所以他常常啊 你唱一首詩歌唱到神舊之愛 然後就開始哭 這樣說 哇塞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呢 他就跟人家傳聞唸唸的時候 他都會講 神國愛他們 神的愛你們 很容易 他獨身的時候 動不動很容易 哇 這實在太摸著了 他就分享 分享出來 我就覺得 這不是很平常 那件事情 欸 你發現一件事 我講的東西 跟他講的東西 是不是同一本真意 可是我們兩個講錯的東西 不太一樣 我講的時候 就是那個真理 就是告訴你 這個實施 他就告訴你 那個 我跟他怎麼解釋 我覺得 是愛 這真的 我覺得他好愛我 完全沒有任何真理的要點 可是被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分享摸著 因為他滿有這個 情感上的感應 所以 所以 這就是基督 豐富的無邪 當你在那邊 用主人佩大神 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這個人很有邪 我有很多東西是 欸 我覺得這樣做 這樣做 我可以做的嗎 但有些事情我們就是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有另外一個佩大分子 在一起 你看摩西他這麼的 剛強 他這麼的有能 他的主還是給他一份 亞文 做他的口 你說摩西能不能做口 其實也可以 他的口才一份 你看摩西能不能做所有的事情 絕對是可以的 但是神還是給他的黑亞文 那亞文有時候還給他找嘛 但就是在這樣的佩大禮裡面 神的基督很忘記 就在這樣的佩大禮 神的豐富就在那邊 讓他很張心 所以基督的豐富是無限的 但是這個無限在身體裡 那我們進到下一點 就是說到呢 藉禱禱告可以加強到裡面的人 我們剛剛講到加強到裡面的人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在於禱告 沒有禱告 是不會有加強到裡面的人裡這件事 我們都很希望神能夠 將他自己加強到我們的裡面 但是我們不一定喜歡禱告 但是禱告是神得以加強到我們裡面 最關鍵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來看 到底什麼叫做 應該先那麼說 偏題雖然這個 標題雖然是說是借禱告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 但是你去看金姐很有趣 金姐它是說呢 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這個大能乃是藉著我們的禱告 可以執行 因為在十四節在那裡 保羅向父屈膝開始的禱告 在禱告中 保羅要求基督用大能加強到我們裡面的人 所以大能的執行指食在於我們的禱告 那什麼叫裡面的人 什麼叫外面的人 剛剛有一個姊妹分享的很好 必須要馬上有雙重的人 這個兩棲動物 在世界的時候非常開心 然後到招惠生活裡面好像變了一塊 事情都要真的很長 那這就是我們進步的過程 我們原本可能都在這個世界的水裡面游泳 現在我們進步了 我們成為了青蛙 兩棲動物 但是沒有問題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不能操練 我們可以讓這一個基督 又大能加強到我們裡面的人 所以我們裡面的人都不見了剛才 就著裡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的地利 也擁有沒有很好的地利 裡面的人呢就是靈為人為 文為器官 外面的人就是魂為人為 體能器官 我們的人為到底是什麼 是我們靈還是人的靈 若是我們的人為是我們的靈 我們的魂就能夠被我們的靈所浸透 被我們的靈所使用 那如果我們的人為是我們的魂 我們就很容易地活我們的肉體 我們的身體就會去過一些犯罪的事 其實神造人有靈分體三個部分 是有祂的意義的 我們常常覺得說 我們來對付一個魂 對付我們的魂 我們會有很多的麻煩 一切是這樣 但是其實神如果造魂 是為了找我們的麻煩 那大可不可以 神造我們的魂也是有祂的意義的 神造的東西都是好 所以當我們以我們的靈為我們人為的時候 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情感 我們的意志 都能夠為神所用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那個意志 各位弟兄 他就是他的魂的方面 但他情感的方面 因著被主摸著 而使他的情感能夠為神所用 所以他的分享 所以他的見證很容易摸著人 就是因為他的情感 是那種被神所鏡頭 那有些個地方 他們講解聖經 傳扬福音 非常的有能力 他們的那個心思是受過訓練 也就是說這個魂的心思的一部分 也能夠被神所使 所以我們裡面的人 與我們外面的人的不同 就在於我們的人為到底是什麼 但是問題是我們常常使用我們的魂 過於我們 所以我們常使用 弟兄朋友常常說 我們需要操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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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難處就是呢 我們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操練其實還是一種的勉強 所以操練他都需要練 操練 你去看自己操練就好像這個 體操選手的訓練 他們需要常常的天天練 許多時候呢 我們不操練你 就好像這個剪刀 這個沒有上門 你很難拉開啊 不如好使用 但當我們越練越練越練啊 我們理念的靈呢 就是我們越過越剛強 我們裡面的人呢 就能夠成為這個 我們理先的能力 我們的靈呢 就能夠成為我們最剛強 為大家分享一件經歷 我覺得這次非常的特別 這個 有一次我在參加禮訓的時候 讓劉在上面講 突然一句話跑出來 然後我覺得這句話特別 我仔細思考 我覺得這很困難 什麼事呢 他就說 我們的靈 與我們的魂 是分開了 所以呢 在西文哀蘇四章十二節說什麼 說神的化是活的 是有功效的 與其養人的利劍 更鋒利 所以赤入剖開我們的靈 剖開魂與靈 與節與與水 甚至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夠變了 就是這次的經濟很明顯的說到 靈跟魂跟到哪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仍然能夠操練你的人 甚至他說 我們在用電腦打字的時候 你仍然能夠操練你的 我想這怎麼可能 我在工作的時候 在打字的時候 我仍然能夠操練你的 那時候就是動我手道 我們就覺得 這 不太可能嘛 那次呢 有一次我就真的經歷到這件事 我們覺得很驚訝 我那天早上我還挺辛苦 早上就讀到烈王祭 烈王祭 我相信大家很常聽到這句話 就是那個時代怎麼樣 個人形自己眼中看我的真實 所以大家就認定有什麼 個人形自己的畫面 好 然後就完結我繼續做我的事 但是馬路 突然有人來找我 我的電話拿 我忘記了 然後就是有發生一件事情嗎 讓我不太有舒服 然後我本來想要回一句話的時候 突然這句話就來了 個人形自己眼中看我的真實 我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照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解決 去回應 還是我願意再轉向著 用我的裡面的人來對付這些事情 然後當下我就停了 不講我原本想要講的話 我換了另外一種方式去做 我就覺得 原來是真的是這樣 當你操練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你就能夠以你裡面的人去對付外面的事 神的話是活的 這個話在希伯來的事實上是有這個話 註解是說什麼呢 是說常識的話還不是幾識的話 不是雷馬 是Locus 意思就是不要小看我們的讀經 我們每天讀經讀經讀經 你每天一直做同樣的事 做久了齁 你就像那個運動體操前途這邊念念 你練到一個地步你一定變得下意識的反應 當做到一個地步所以我們下意識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的靈就是我們最剛強的部分 你覺得用說他練英文怎麼練 練到一個地步是什麼 怎麼樣呢 練到一個地步 連做夢都是用英文 這個時候這英文就成為它的構成 所以呢我們也需要這樣一直的練 一直的練 接觸主的話直到有人故意先 我們的靈從我們全人最剛 而當我們是活在我們裡面的人裡的時候 外面的事情就摸不著我們 我們世界的東西摸不著我們 心裡說到 因為我們是活在另外一個領域裡 活在我們的領域 而當我們是這樣的時候 人對我們 人看見我們就覺得我們是一般很特別的人 我們以前在中教一個弟兄 他現在也全身服飾 他很樂意 他跟我說一次見證 我覺得 感謝這個見證 後來也實際的發生在我身上 我相信也發生在許多要畢業的弟兄姊姊身上 因為他在要畢業的時候 他要選擇他要往哪裡去 要做什麼的時候 他裡面沒有一種的緊張 沒有一種的憂鬱 沒有一種的害怕 但是他發現他周圍的同學 從來考慮 我要讀研究所嗎 還是我要去工作 還是我要去當地 這種事情 在他們的生活中變成一個 大家常常去談的一件事 但是他裡面就有一種的鼓勵 他覺得 我的未來 我的前途主要一定會信我分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害怕 所以弟兄在他的同學 在他同學的眼中 這個弟兄就非常的困難 在他遇見人生 走完一口的時候 他沒有一點的憂鬱 這就成為他們同學之中的一見證 我相信在他們同學之中也是這樣 如果我們對神呢 是這樣子有幸 自然而然呢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選擇 我們的為人 都會成為我們同學的見證 這盼望我們都是一個操練人 我們遇見事情 遇見事態 遇見環境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應該是我們的靈 而不是我們最常使用的魂 如果你是一個心思剛強的人 盼望我們的心思能夠被神經練到 當遇見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是第一個用我們的心思去思考解決的辦法 而是轉向的 如果你是一個情感豐富的姊妹 你一件事情的時候 請不要第一件事情去抱怨 或者是去憂愁 一件事情我們應該先轉向我們的靈 用我們的靈 來去面對我們前面所有的事情 好 再來進入我們最後進入最後一個點 就是基督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安家這件事情就是一個警權 我先跟牛牛牛牛牛分享過 安家這件事情就是他擁有了我們這個人所有的主權 他不是租個房子在我們裡面 他不是接待在我們的心裡 他是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也就是我們心中所有的思念 所有的房間都能夠打開來給你 他是由主權去摸所有他要摸的事 而心這件事情 我常覺得 雖然我們念基督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但在我們真實的理想 我們常覺得基督安家在我們的靈裡 但是靈都沒有問題 再講到心就有問題 我們願不願意讓基督安家在我們的心思裡 安家在我們的情感裡 安家在我們的意志裡呢 我們有一個喜好 我們有一個愛的東西 喜歡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願意讓基督來碰他 我已經定義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願不願意讓基督經過一下 我就是定義 我不要想到全人間的心理 我們願意讓基督經過一下 就是在我們的心裡 基督應該是安家的 所以在這裡 信息裡第一段最後他就說什麼 他說我們的心思 情感 意志 都不該為者自此 我們全人各部分都應該是為者基督 所以今天基督是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意思就是 我們需要讓基督在我們的靈中 沒有任何的限制 我們不該讓他極限在我們的靈裡 而是讓他能夠擴展我們的魂 甚至到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生活行動 我們的說話 我們的決定 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心感 我們的意志 都能夠讓神去守衛 所以到底什麼是造會生活 造會生活的中心 就是人 跟基督 那造會生活卻不是一群人單單來在一起 造會生活是一群人來在一起 沒錯 那這群人呢 我們該是基督安家的 對 也就是說呢 在造會生活中 沒有靈 它就沒有中心 對 在造會生活中 我們不讓基督擴展 我們就沒有中心 對 所以我們需要常常操留我們的靈 讓我們的靈成為我們全靈的部分 成為造會生活的中心 我們有了這樣的中心 我們就能夠 在服飾中 與基督擴展 我們建造的過程 藉著我們的禱告 我們的心思 就是情感和意志 就能夠受到合適的訓練 我們受到合適的訓練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 我們在生活 在各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能夠來給我們的基督 所以我鼓勵給我們姊妹 鼓勵我自己 我們需要 實時的來操練這件事情 就是操練 第一 我們要來接受 享受主的話 天天讓主的話 能夠在我們的裡面來發生功效 使我們的靈魂 能夠分開 使我們能夠活在裡面的靈魂 而藉著這樣子的話 我們能夠來禱告 使我們被加強到裡面 最後 我們能夠有基督一同被見到 使我們一同領略基督的擴長高升 並且讓基督安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使我們在個人一面 能夠活基督我們的 我們的情深思情感意志 也能夠被神使用 在團體一面 我們能夠一同的 活出基督 使基督無切的豐富 能夠彰顯出來 我彰到這裡 加恩 阿聖基石在1995年的下去 你弟兄在25年前 會恩典下一個新的定義 就是三一神在父子裡 三方面裡 化神裡的顯現 這乃是說出了 我們所經歷這無限的神 他竟然可以做一副在子裡 藉著那靈成為我們的享受 今天這個享受 雖然我們的經歷是有限的 但在舊約就有一幅圖畫 我們可以藉著我們獻祭的 可能有些人獻上的是牛 有些人獻上的是斑鞠鴿子 但我們這有限的經歷 竟可以組合成這無限的神 這乃是基督的功夫 我們來到這裡 還是經歷基督的擴場高升 在這裡只有基督神禮的功夫 展覽出來 我們主要是基督安將在我們心裡的這一段 所以主要說到我們的心思情感意志 都該為著自己 我們選的各部分都應該是為著基督 或者我們實在不是讓我們的 讓我們的魂為我們的人為 身體為器官 我們還是讓我們的靈為我們的人為 我們的魂為我們的器官 我們在這個 不僅是對地洋之類沒有好的交通 我們也對神也有這個順暢的交通 不僅是有垂直的交通 我們也有平面的交通 Amen 對我們要有垂直的交通 就是和我們的 我們的基督有交通 還有與我們有平面的 弟兄姊妹我們的照會生活有交通 讓我們才可以享受 頭以外的豐富就是 基督的身體就是基督 也就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們 Amen Amen 寶貝剛剛弟兄姊妹說到的 我們可能在客觀的認識上 知道基督是無限的 但在我們的經歷中 卻很難經歷到 基督是無限的 寶貝 這可能與我們個人有關 所以我們必須好好操練 運用我們的靈 Amen 寶貝 我們不只是要與神有垂直的交通 與神有垂直的經歷 我們也要與弟兄姊妹們有彼此的建造 Amen 教教聖徒一同領略基督的擴長高升 Amen Amen 我摸著第四篇的信息 他這裡說到 我們今天的難處 乃是外面的人太強 裡面的人卻不夠剛強 那這裡就說到裡面的人 就是給我們裡面重生的靈 好 我們外面的人太強 時常都是因為我們的情感 意志都很強 我不敢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習慣先用我們的 用我們的魂去解決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要操練 當我在工作讀書時 其實都是可以呼求主體來操練我的靈 那我遇到事情的時候 不要抱怨也不要憂愁 還是要先轉到靈靈 好的 我抱怨也就是 男人弟兄有說到 我們彼此共可以運用我們的靈 然後發現在生活中 就是要處理 或者是要解決事情的時候 用自己的活來做 然後也發現就是在下學期 就是要尋求課業或者是 什麼都是自己來決定 但是又說 然後弟兄剛才又說到 我們應該彼此都讓主經過 所以我們應該發誓都是要藉著禱告 就是不是自己來做決定 還是要操練運用我們的靈靈 我很莫多跟弟兄姊妹的人 都要操練很小 但是缺少於神 有關的靈靈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於神的演習 Amen 寶貝以福所書3章18節說到 和眾聖徒一同領略 和為那擴長高升 寶貝這邊說到 和眾聖徒說書 我們需要認識基督的豐富是無限的 我們就需要有同伴 我們自己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有能夠與眾聖徒一同領略 而為那擴長高升 寶貝每一個人的分享 都是成為我的豐富 我自己的享受 若是只有我自己個人的一面的話 是有限的 真相基督的豐富是無限的 阿men 摩著剛與雙晚弟兄說的 靈與魂式分開了 就說出我們日常生活中 做了沒件事 同時都能擦練運用我們的靈 因為這個功課太多 然後考試太多 就覺得我自己這個人快死了 然後我也覺得這個靈也快死了 阿men 但是剛聽到這個余聖徒弟兄講這句話 就是很提醒我 那我之後的生活裡面 不管是在讀書 與人相處的事上 我都能運用我的靈 並操練我的靈 阿men 在信息當中也說到 無論發生什麼事 你都回到靈中 天天的操練靈 運用靈 阿men 到一個地步 我們就不再只想自己 只顧自己的感受 我們的靈也就剛強流 阿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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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寶貝這邊說到 我們在個人的經歷方面 我們都是有限的 神乃是無限的那一位 如果要經歷神是無限的 我們就必須在我們的靈裡 只要享受基督 神在基督裡 治於我們一切的所事 也需要在團體中 來到聖徒們中間 我們能夠彼此分享 我們所經歷的基督 我們就能夠享受基督 追蹤不盡的豐富 阿men 神寶貝這邊有一個經歷講到 一個常常操練靈的人 很容易忘記別人的錯處 不太在意別人對他如何 我們世界的東西 是摸不著他的 希望我們能夠繼續 學習活在靈裡 不管外面的人 使我們能夠 心思情感意志都被神充滿 阿men 由於那個分享時間有限 等一下的分享 就一個人三句話 阿men 順便 感謝主 現在 那個 尼廚不是要住在這個 很華麗的一個教會 一個建築物裡面 是要住在我們的安家 在我們的心裡 對,寶貝,神是無限的,當時我們人是有限,我們才需要同伴,我們需要祝這個弟兄姊妹之家 寶貝 我和摸著基督的瀑布是無限的,但在我們的經歷裡,總是覺得蠻有限的 因為常常在禱告的時候,都覺得我的禱告好像不夠全面,會有點尷尬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性子裡面,我和摸著基督的無限是在身體裡,是在身體裡就能夠做這樣的彰顯和豐富 所以我的禱告總會有身體來補善,我不需要擔心,我個人是有限的 對 我們很摸著,因為摸著基督是無限的,但我們經歷上是有限的 對,但這時候就很需要來到弟兄姊妹們中間,能夠彼此的一起來分享,一起來彼此的幫扶 對,我們這樣的豐富就能夠成為無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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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祝祷祷告的加強道理面的整理 阿們 所有在三章下下方保羅相互 祈禧祷告 祈禧祷告表迷說祷告這件事你件中大的事 阿們 我們摸著這個基督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阿這個講到這個安家其實就是一個主權的轉讓 阿們 我們想要將這個主耶穌就是這個 將這個地位轉讓給這個主耶穌 阿們 我們摸著他不只要進到我們的心裡 還要充滿我們圈人的各個部分 阿們 阿們 摸著第三篇 讓我們看見主他如何是偉大的一位 是豐富的一位 那神的偉大要彰顯在我們的身上 弟兄也說到經倫與恩典是分不開的 因為恩典是神經倫的內容 我們無法想像主如何是大的 但我們這個人是萎縮的 是非常恐怖 所以我們需要成為基督的擴大 那路就是在第四篇說到我們需要祷告 我們需要以基督成為我們的人為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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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